这绝对是今年最无敌的龙奥天男主 原本是全国最弱猎人之一的他 在某次地下城探险中遇到了意外 重伤冰死的他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系统对话框 您已具备秘密任务的完成条件 若拒绝 您的心脏将在两秒后停止跳动 想到生病的母亲和上学的妹妹 男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 意识重新恢复时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游戏系统般的界面 系统不仅提示他已成为玩家 一旦完成任务 系统会给予他丰富的奖励 包括能力提升和各种物体 男主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不了多久 他就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猎人 在这个人类与魔物对质的世界里 男主角程潇雨却是名实力最弱的猎人 每次执行任务都伤痕累累 几次险些丧命 程潇雨并非出于对这份高风险职业的热爱而选择成为猎人 而是因为他在高中毕业后缺乏其他技能 加之需要支付母亲高昂的医疗费力 还有即将入学的妹妹的学费 重重经济压力让他别无选择 只能依靠猎人协会的补贴来维持生计 这一天 程潇雨来到郊外的一个工地 参加协会监督的集体战斗 清晨 他抵达现场 见到其他猎人们正围坐着 享用着协会工作人员提供的咖啡 互相热络地打招呼 然而 谦逊的程潇雨在这群人中地位低微 甚至被讥讽为人类最弱兵器 他并未对这些议论放在心上 实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心情低落的他正默默地向前走时 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氛围 萧雨 你又受伤了 一个年轻且漂亮的成发少女 小夕 带着些许抱怨的口吻表达着此刻的困满 听着小夕的责备 程潇雨却感到一丝暖意 在这个实力至上的世界里 除了小夕 还有一个人对他真心关心 那就是眼前的男人 老宋 老宋是队伍中级别最高的成员 负责领导团队攻略副本 与程潇雨关系不错的B级奶妈小夕 以及其他16位猎人 共同参与这次地级地下城的攻略任务 大家依次步入了蓝色的次元传送口 踏上了新的冒险旅程 看着这些平日里看似不起眼的中年大叔呢 他们纷纷展露威风 宋志国轻轻一挥手就能召唤出火球 轻松消灭对手 一阵热闹的技能施展后 地下城中的魔物被一扫空 宋志国手中拿着击败魔兽所获得的魔精石 神情得意 即便是一个C级魔精石 其价格也超过了6万元 这次的地下城之行确实收获颇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程潇雨 他受了许多伤 却只得到了一个一级魔精石 幸好小夕一直在一旁为他治疗 这才没有亏得太多 正当程潇雨感到沮丧的时候 突然有人大喊 你们看 这里还有一个入口 没想到他们竟然赶上了传说中的双重地下城 此时宋志国望着眼前的入口 面对这种罕见的情况 通常需要上报猎人协会 再做决策 但如果等协会派人来 击败BOSS的奖励可能就不属于他们 于是 队长老宋提议 让在场的17人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继续深入 投票结果很快出炉 8票赞成 8票反对 决定性的一票 落在了程潇雨手中 一想到自己已经没钱 妹妹即将上大学 还有住院的母亲 程潇雨为了家人 毅然决然地投了赞成票 我也赞成进去 然而他不曾想到 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命名 一行人沿着洞穴的深处前行 最终抵达了所谓的BOSS房间 面对是否进入的抉择 宋老大鼓励众人 他们可能是首批发现这个双重地下城的勇者 宋志国 一名记忆高超的C级猎人 若不是因为年事已高 他早已是大型工会的队长 他们进入一个庞大的神殿 中央王座周围站立着一圈石像护卫 那王座上的人物似乎就是他们要对付的BOSS 成效于仰望着那尊巨人 至少有一二十米高 队员们发现了一块刻有如你文字的石板 上面写着关于卡特蒙神庙的三大法则 敬拜神 赞美神 证明你的信仰 就在众人讨论石板内容时 小夕注意到神庙中央的石像眼睛微微转动 好像在观察着他们 还没等小夕向大家发出警告 只听到一声巨响 神庙的大门突然关闭了 身高一米八的大壮露出畏惧之色 一边抱怨着一边准备离开这座神庙 他心怀不满的咕弄道 这个糟糕的地方 本不该来 话音刚落 他便走向神庙的大门 但就在此时 门旁的石像突然动了 他的武器挥向大壮 大壮未能及时躲避 悲剧的成为了石像的牺牲品 这出乎众人意料 没人料到这些石像竟能如此凶猛的攻击 成效于感觉到了神庙的危险性 急忙提醒众人 等等 刚才小夕所说的如果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而他们正为如何应对门口的石像守卫而苦呢 尽管大壮性格有些懦弱 但他也是一名实力不俗的地级猎人 没人想到他会如此轻易的倒下 成效于注意到王座上的主人目光锐利 他立刻指挥大家趴下避心 同时迅速将小夕压在身下保护 王座上的主人眼中射出一道强烈的激光 直射众人 有些人反应不及时 被激光严重伤害 甚至有人因此丧命 幸亏成效于及时提醒 大部分人才得以幸福 小夕因为极度的恐惧而身体颤抖 这也是他作为B级猎人治疗师 只能参与简单战斗的原因 众人谨慎地趴在地上 不敢随意行动 只有宋队长被激光打掉了一条胳膊 没有办法男主只好用绷带帮他指血 毕竟队伍中的治疗师珠希 此时已经被吓他们 可就在这时一个猎人却受不了法 毕竟他才刚和大公会签约 他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 说完便朝神殿的门口跑去 然而他才刚起身 神像眼中就射出一道激光 这名猎人瞬间就只剩下了一个狱子 健壮男主立马有了一个猜测 于是为了印证 男主缓慢地站了起来 果然神像的眼睛也立马亮了起来 健壮男主赶忙又伏下了身子 而神像的眼睛也立马暗了下去 这下男主算是彻底明白了 于是赶忙让众人朝神像跪拜 因为碑文上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敬拜神 所以神像才会攻击站着的人 说完男主便带头朝神像跪拜了起来 健壮其他人也只好选择相信男主 纷纷朝神像跪了下去 在众人都跪下之后 神像的表情突然一变 露出了争鸣的笑容 但在这之后却没了任何动作 健壮一个爆炸头尝试着站了起来 而神像也并没有攻击他 看来第一条规则已经完成了 健壮众人也松了一口气纷纷站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神像竟然也从神座上站了起来 显然这一切还没结束 接着神像就静止朝众人走过来 男主虽然知道接下来就是要赞美神了 可该如何赞美又成了一个问题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一个长发男人站了出来 表示他曾经研究过神学 知道一些赞美神明的话术 说完便跪在神像前念叨起来 但显然雕像并不吃他这一套 直接一脚就将他给踩成了肉驴 见状众人瞬间慌了 纷纷转身就逃 一个小姐姐被吓得直接两腿一肉 紧接着就被神像一脚踩成了肉驴 而跑出去的人也没几个好下场呢 纷纷被神殿边缘那些拿着武器的雕像斩杀 男主带着朱熙一边跑 一边进行着头脑风暴 突然他就注意到这里 除了拿着武器的雕像以外 还有些手拿乐器的雕像 男主立马懂了 告诉众人让他们赶快 躲在乐器雕像的旁边 闻言宋队长立马跑向附近的一座雕像 而这尊雕像也演奏起了手中的乐器 于是宋队长赶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 众人也一人找了一个雕像躲了起来 而男主也带着朱熙来到了一个雕像前 然而这尊雕像却并没有演奏乐器 看来一个雕像前只能站一个人 于是男主让朱熙留在这里 自己朝着另一个雕像跑过去 然而神像却也盯上了男主 就在男主即将抵达雕像之时 神像也一脚朝男主踩了过来 虽然男主一个飞扑躲开了攻击 但他的身体却滚到了一个手拿盾牌的雕像前 虽然男主还是成功活了下来 但他的腿却被盾牌砸断了一条 只能艰难地朝着乐器雕像爬去 在完成对神的赞美之后 神像也重新做回了神座 而朱熙也赶忙跑来为男主治疗了起来 然而男主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朱熙直到魔力耗尽 也只是勉强帮男主止住了血 可还没等众人松口气 神像竟又抬起了手 紧接着一个祭坛从神殿中心升了起来 男主知道这就是最后一条规则 那就是证明自己的信仰 而方式很可能就是向神明献祭供敌 文言一个猎人直接拔剑指向宋队长 威胁他走上祭坛去做贡笔 而宋队长也没有反抗 毕竟是因为他众人才会过来这里 宋队长在站上祭坛之后 一团火苗突然从祭坛升起 见状男主立马明白了过来 看来神像并不是需要活人做祭笔 于是便让两个猎人将他扶到了祭坛上面 而祭坛也立马又亮起了三团火焰 见状男主又明白了 看来是需要将祭坛的火焰全部点亮 才会开启下一步考验 于是便让剩下的人也站上了祭坛 在所有火焰被点亮之后 祭坛也射出一道蓝光 在祭坛周围点亮了数团蓝色火焰 就在众人疑惑这是什么的时候 神殿的大门竟然打开了 但众人却并没有动作 以为这又是神像设下的陷阱 接着伴随着一团蓝色火焰的熄灭 周围的雕像突然活了过来 纷纷朝着祭坛走了过来 而男主也很快发现 只要盯着这些雕像 雕像就会停止移动 于是赶忙告诉众人 让他们站在各个方向盯着这些雕像 可一个小姐姐 在看到雕像身上的血迹之后 内心直接崩溃了 随后便丢下男主直接朝大门跑过去 而在他离开之后 大门也被关上了一笔 看到小姐姐没被杀 众人的心瞬间乱了 只有男主在冷静地思考 看到蓝色火焰会伴随时间消失 而人离开祭坛橙色火焰也会消失 男主很快就明白该如何证明信仰 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扶着男主的猎人却先崩溃了 直接扔下男主朝大门跑出去 眼看大叔也想逃跑 男主赶忙将他叫主 表示如果再有人离开的话 视线就会出现死角 现在只有盯着这些石像 然后等待代表倒计时的蓝色火焰全部熄灭 才能彻底解开这个谜题 到时所有人就能全部脱身了 虽然大叔也很想相信男主 但万一不是这样的 他也有着家人 所以他必须要活着回去 说完便直接跑了出去 见状男主也彻底绝望 这样下去不等蓝色火焰全部熄灭 那些视野盲区的雕像 就会先一步靠近祭坛 宋队长本打算自己留下 让朱熹带着男主逃出去 毕竟他年事已高又断了条胳膊 活下去的机会应该留给年轻人 但朱熹却两腿一软 直接摊在了地上 正是刚刚在治疗男主 是魔力好光所造成的 眼看自己和朱熹都失去了行动能 男主也只好拜托宋队长 让他带着朱熹逃出去 这朱熹当然不同意 让宋队长把男主给带出去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宋队长给打晕了过去 看着宋队长和朱熹离开之后 男主也松了一口气 随后直接捡起地上的剑 打算在临死之前 至少带走一个雕像给自己陪葬 但就以他这个号称 最弱兵器的一级猎人 再加上这副残缺的身体 又哪是这巨大雕像的对手 很快男主握剑的手就被砍断了 想起住院的母亲 想起上学的妹妹 男主心中突然后悔了起来 明明自己也有家人需要照顾 明明自己也很想活下去 明明办法都是自己想到的 可为什么逃出去的是他们 而自己却偏要死在这里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已经死去的 自己竟会在医院中醒来 看着自己健在的手臂 他赶忙掀开被子 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愣住 明明自己的四肢已经断掉 胸口也被一箭刺穿 为何现在全都完好如初 难道说死前 那个系统任务并不是幻觉 就在男主疑惑时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面板 不等男主多想 两个西装男就走进了病房 正是猎人协会的人 原来这次在双重地下城中 仅有六人活了下来 他们在得知消息后 立马就带人赶了过去 可到了那里 却只找到了昏迷的男主 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神像 所以他们很好奇 男主这个最弱的一级猎人 是如何通关神殿病活下来的 并且怀疑男主是开启了二次觉醒 虽然猎人的能力 直在最初觉醒之后 就不会有所改变 但也有极少数人会二次觉醒 超越自身极限 成为一级或者S级猎人 说完便拿出一个魔力探测器 让男主再次测试一下魔力 男主立马兴奋地将手放了上去 然而测试结果却只有10点 见状两人也一脸失望地离开 毕竟一级猎人最低都有70点 男主这点魔力基本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两人离开后 男主也一脸失望 看来是白高兴一场 但他更奇怪的是 其他人似乎看不到他面前的这个界面 看到上面完成任务的通知 男主伸手点击了一下 然而这界面却并不是触控 这时男主的妹妹也来探望男主 看到男主已经醒了 妹妹上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 男主也知道她是关心自己 于是便一笑而过 随后询问经常玩游戏的妹妹 该如何打开游戏中的未读性 看到男主没什么大碍 妹妹也安心了 而在他离开之后 系统也为男主发布了每日任务 俯卧撑一百个 仰卧起座一百个 深蹲一百个 长跑十公里 如果没完成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男主呵呵一笑 自己这还住着院呢 做个屁 直接倒头就睡了过去 然而到了晚上十二点 在秒针归零的那一刻 任务的倒计时也随之结束 紧接着男主的病房 就突然晃动了起来 男主本以为是遇到了避震 可他再次睁开眼时 却发现眼前竟是一片沙漠 随后一只巨大沙虫出现在他身后 而这就是任务失败的惩罚 男主需要在这只沙虫的攻击下 存活四个小时 与此同时 故事深夜查房时 也发现男主不见了 殊不知男主此时 正在另一个次元逃亡 attack 我真是 还要遇到虫子吗 强制进行了四个小时的生存任务 好在最后有经无险活着回来 经此一事男主也不敢再乱来 每天乖乖完成系统的任务 与此同时 朱熹在得知男主没事后 也逐渐走出了阴霾 本想着来医院看看男主 可在看到男主疯狂锻炼的那副模样 朱熹突然意识到至少现在不应该去打扰对方 于是便转身离去 而男主经过这几天的测试 终于搞懂了系统的部分设定 比如完成每日任务后 身体就会恢复到暖状态 并且还会获得几个点数 或且想变强的男主果断全部加在了力量上 至于系统中的技能和仓库 男主目前还不知怎么开启 值得一提完成任务时 系统还会给一个随机宝箱 虽然平常都是开出本子笔等鸡肋道具 但这次竟抽到了一把神秘钥匙 介绍是开启现实地下城的钥匙 只要到达指定地点就能进入其中 想到实相带来的屈辱 并重急需用钱的母亲 男主就明白这样一步步变强实在太慢了 于是在将力量点到30以上后 男主就来到了某个地铁站出入口 这里正是现实地下城的入口 此刻男主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本想着就算打不赢也能逃跑 但怎料刚进去 现实地下城的入口就封锁了起来 并且其他人也看不见 这是系统提示 要想离开只有打败最终boost 或者利用回归时 虽然这看起来就很难 但是到如今男主只有硬着头皮上 而走着走着男主就遇到了三只哥布林 要个以前男主打一只都费劲 但经过这几天的数值加强 一时间竟能跟三只哥布林周旋的有来有往 经过一番缠斗后 男主找种机会一刀结果了一只 而其余两只更是不在话下 如今能同时应战三个敌人 男主感到自己确确实实是真的变强了 可不等他高兴 新的怪物就出现了 一只明显比哥布林强的红狼 当照面就发动突袭 男主虽及时反应过来 但防御中刀子一下就爆灰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 男主突然发现自己双腿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想必这就是石像给他留下的心理后遗症 察觉到男主出现了破绽 红狼瞬间发起猛攻 躲闪不及的男主直接被划了一道口子 别看这只是小伤 但男主可没有治愈的能物 如果多次受伤 那迟早会完蛋 面对这一绝境 男主又该怎么翻牌 就在刚刚 获得系统的成肖宇独自进入地下城 原本抱着必死的决心和钢牙狼厮杀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几天完成系统任务 自身能力值已经大大提升 紧紧一拳就将钢牙狼奏飞到墙上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他再也不是之前被称为人类最弱兵器的存在 但他也知道虽然力量是提升了 以目前的实力赤手空拳根本无法战胜钢牙狼 自己的攻击打在他身上就像刮沙一样 在没有组队和没有奶妈的情况下 一个人根本没办法空关地下城 这下去迟早会被他点耗死 自己的背包也没有多余的武器 提到武器 程潇宇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把武器是当时金大叔丢在神殿的长刀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在系统道具来 伴随系统提示钢牙狼击杀消息 等级也随之提升 原本受到的伤害在这一刻也恢复到巅峰 还没来得及多想 眼前又出现两只钢牙狼 但现在手中有着武器 并且击杀了一只钢牙狼 使得他信心大增 对扑向自己的钢牙狼狠狠地叹去 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口钢牙真不是摆设 紧紧地咬住程潇宇的长刀 见状 程潇宇毫不犹豫地一击鞭腿踢到他身上 紧接着双手发力狠狠地将其脑袋砍下 毕竟这是价值三百万的武器 要是被咬坏了可是心疼死了 眼看自己兄弟就这么嘎了 报仇的心思都没有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见状 程潇宇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刚进入地下城魔物就接连不断 这时发现系统提示等级提升 就连刚刚被攻击的伤口也愈合了 在提升等级后 力量敏捷感知体力智力多个提升一点 而完成每日任务只会获得三点 这样的话 透过战斗升级对实力的提升会更加迅速 目前能力值最高的是力量 虽然只有32点 但身体明显变得轻快许多 随后查看钢牙狼的尸体 它们身上似乎没有魔法石 伴随着系统提示 获得道具莱坎的獠牙 不禁的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受游戏一般的系统所支配 地下城中获得的不是魔法石而是材料道具 这时发现系统内拥有商店 可惜的是提示等级不足无法打开 但可以将地下城获得材料贩卖给系统商店 根据地下城等级换算 这里大概率是一级地下城 20枚金币恐怕也没多少 也回想起地下城的规则 得到回归时才能出去 亦或者击杀boss通关离开 原本并没抱太大希望 但如果提升到一定等级的话 说不定还是有机会能够击杀boss 不过也有可能会在途中死掉 话音刚落 原本跑掉的钢牙狼似乎不讲武德 带着一群兄弟来找程霄宇报仇 在面对蓝氏汹汹的钢牙狼 程霄宇内心也没有刚开始时那种害怕的心情 自己也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 对比神殿中的石像散发出的压迫感 顿时觉得眼前的钢牙狼不过就那样 他再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死掉 也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得久一点 如果瞬间就杀掉你们 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这样 钢牙狼全军覆没 手中的长刀也不满裂痕 也明白就算在贵的武器终究也会有破损的一天 伴随着系统提示 获得称号藏狼屠杀者 与野兽型怪物战斗时所有能力值提升40% 获得道具狼牙 两把老旧短剑以及旅人装束 就连本以为非常稀有的回归时也掉落了一个 这样的话现在也能安全离开地下城 不过离开后 这里可能就像游戏现实活动一样消失的无影如中 既然现在自身安全得到了保障 也不想放过可以这么容易就变强的机会 随着在地下城中不断的厮杀 每当等级提升后 跟魔兽的战斗就会变得愈发轻松 也逐渐掌握了一个规律 系统标示魔兽的名字颜色会根据自身实力变化 白色代表比他还要弱 橘色表示实力与之相当 红色则是应该是比他要强大 一开始红明的钢牙狼如今也只配白名 变相等于自身实力已经变强了不少 即便如此 以他现在的实力似乎无法战胜下面的BOSS 也承受不住 但尽管如此 橙骁宇也打算前去挑战BOSS 紧接着来到充满水的地铁通道 还没来得及查看四周 下一秒水中波浪涌动 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橙骁宇 没反应过来就被狠狠地撞飞出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庞大无比的大青蛇 自己在他面前显得无比渺小 地下城BOSS 沼泽支配着毒牙青蛇 看到眼前橘色的名字 显然是和自己实力相当的BOSS 但他身上有着坚硬明天覆盖 就凭手中破损不堪的剑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来都来了 也正好看看自己与对方的实力差距 到底有多大 伴随着血盆大口扑向自己 侧身躲避的瞬间 利用手中的长剑刺向青蛇的身躯 坚硬的鳞片火光刺剑 根本无法破开青蛇的防御 突然青蛇猛地回头朝他袭来 剑撞 程骁宇连忙躲避攻击 但面对颈椎不舍的青蛇 根本无法逃掉 勉强挡住攻击的 他被撞得在地面翻滚 还没稳住身体 迎面而来的是青蛇的神龙百尾 短短的交锋 程骁宇就被打得体无安肤 这一瞬间 程骁宇陷入了回忆杀叙利中 什么人类最弱兵器 说到底就是太弱 才会被人所瞧不起 只要变得足够强大 拥有压倒性的力量 就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弱者在强者面前无能为力 只能任由恐怖缠身 毫无反抗之力 就算在聪明到最后 也因为弱小被人惨遭抛弃 在强者的面前 弱者是毫无话语权的存在 他已经死过一次了 再也不想体会到 被强者支配的人生 也为自己过去的温柔感到可笑 他要变强 变得让所有人都畏惧 为此才会毅然决然地 独自踏入地下城 我已在强者的灵魂 燃炸爆炸 系统通知 等级提升 沼泽支配者毒牙青蛇已被击杀 获得武器凯撒卡的毒牙 攻击有几率能够麻痹敌人 甚至附带出血效果 陷入出血状态的敌人每秒失去1%的体力 然而更离谱的是 凯撒卡的毒液 使用后物理伤害减少20% 肌肉损伤和力量减少35% 系统提示 Boss一被击败 地下城内部将恢复原状 伴随着一道光闪过 周围的景象变得无比光亮 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地铁站 大街上空无一人 一旁的士兵突然出现 由于传送门失控 地下城魔物已经跑到街道大肆破坏 看向陈骁雨手中的武器 也得知他也是一名猎人后 立马带领他前往现场 不过现在魔兽也几乎被消灭完毕 也只剩下一个大家伙 随着男主等级提高 感知力也大幅度提升 清楚的感知不远处暴的存在 庞大的十巨人大肆破坏街道 地旁的市民有恃无恐的拍照发朋友圈 只因前面有猎人小队正在抵挡 但很可惜小队成员都是临时组队的 彼此完全没有默契可言 小队平均等级低不说 最高的也是那名D级坦克 无法给予魔物致命一击导致陷入了持久战 殊不知朱熙也在这个队伍当中 但之前恐怖的精力一直在脑海中无法摸命 每当闭上眼就会想起那恐怖的笑容 剑撞 男主准备助他们一臂之力 眼前的Boss只不过是D级 似乎比刚刚遇到的青蛇还要弱 一击就将Boss防御给击碎 剑撞 众人也瞬间激火攻击Boss 被破防的Boss没坚持多久 就在群殴中阵亡 殊不知坦克非常清楚 凭他们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扩得了Boss防御 看向掉落的武器 连忙询问士兵是谁丢在那里了 坚持完成每日任务的程骁雨 如今气质发生了大变化 不仅身体再一次长高 就连全身都充满了爆炸性的肌肉 在通关现实地下城后等级来到18级 也获得了12点能力值 紧接着都分配到力量和敏捷上 虽然力量能够提升伤害 但打不中目标也毫无意义 现在的他实力大增也能轻松赚到钱 但现在自己还是个一级猎人 也无法前往更为高级的传送门赚钱 如果再去猎人协会重新接受审查 等级提高的话也能进更高的传送门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掐掉 只因二次觉醒的人非常稀有 更何况他这种能够随着等级提升变强的猎人 到时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没完全掌握这份力量之前还是低调形式 这时程骁雨收到邀请通知 于是直接跑步前往目的地 顺便完成每日十公里任务 这时攻略队的成员走向程骁雨 刚好一个攻略队缺少凑数了 队长名为黄东石 因为攻略C级传送门有人数要求 于是向程骁雨发起了邀请作为凑数 毕竟一级猎人不算战斗力 所以也不用平分战力品 但相对的会支付人头费200万 攻略队中主要战力是四名C级猎人和两名B级猎人 而程骁雨主要负责搬运他们的行李 主要是一些食物装备和治疗物品 文言程骁雨询问 是打算没有奶妈的状况下攻略吗 不过在面对私人攻击队难招到奶妈的解释下 程骁雨也不过多询问 但没有奶妈的这一点也令她有补不安的感觉 谈话之间程骁雨签下了免责生命 在地下城中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得向对方追究 这时一旁传来一道声音 他名叫柳真浩是一名D级猎人 同样是被找来凑数了 然而看着看向他的装备顿时就猛逼了 D级全身就穿着高档装备 特么是富二代体验生活吧 当准备踏入传送门的时候 发现入口大的相当离谱 如果不是协会前来确认两次才给出CG评价 都以为是B级传送门 毕竟传送门的大小和等级没有关系 是通过检测内部流出的魔力波动来划分等级 如果是B级以上的地下城 那么就需要交由大型工会来处理 当踏进内部的时候便察觉到有点不对劲 不仅没有魔兽的身影 甚至内部漆黑无比 正常来说地下城内部应该都会有夜光石 一路畅通无比的来到深处 途中一只魔兽的身影都没有发现 柳真浩有点好奇 难道也有没有魔兽的地下城吗 这时程潇雨闭上双眼赶支了一下 周围传来一阵脚步声 不是没有魔兽而是还没出现而已 下一秒 攻略队立马进入战斗模式 这一刻程潇雨也明白 在黑暗中集体行动的魔兽 看到光线就会蜂拥而上的生物 那必然是昆虫类型的魔兽 这种魔兽异常恶心 只要出现必定成群结队 如果是蚂蚁类就麻烦了 洞口众多也不清楚 会在哪发起偷袭 又在程潇雨提醒的一瞬间 魔法师瞬间朝上方发起攻击 打破他们的偷袭 剑撞黄东石立马使用挑衅技能 将周围蚂蚁的仇恨都拉到自己身上 为队伍输出争取时间 虽然队伍缺少奶妈 但这几人的配合的仅然有序 看到默契十足的配合 程潇雨再一次产生疑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一直没找到奶妈的原因 他们的战斗手法相当的粗暴 而真好虽然第一次进入C级地下城 但一身土豪装备 弥补了实力上的不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大家都做得井然有序 但内心总有鼓令人不耐的感觉 很快蚂蚁群都被消灭殆尽 黄东石上前感谢程潇雨的提醒 要是再晚点发现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也好奇怎么知道魔兽会在上方出现 见状程潇雨表示是直觉吧 不等他继续询问 成员似乎发现了什么 只因有部分蚂蚁伤口异常奇怪 不像是他们造成的剑伤和魔法的烧伤 被咬死的模样数量还不少 像是魔兽之间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 那么就证明这里有把蚂蚁 当作实物更加强大的魔兽 这时程潇雨突然询问真好 你的剑和盾牌应该很贵吧 真好表示因为第一次出任务 父亲花了大价钱购买的高档货 文言男主提醒他 虽然一时间说不清楚 但你要小心点比较好 紧接着众人再次探索地下城 一路上也没有遇到魔兽袭击 面对不用战斗就能获得高额的报酬 程潇雨总觉得是有蹊跷 身经百战的队伍却没有一位奶妈 还需要找人来凑数 在探索的这段时间 虽然没遇到什么危险 但一路上总是出现一堆半死不活的蚂蚁 似乎暴行该就在这里某个地方 伴随着魔法师照亮前方洞穴 并入眼帘都是错综复杂的蜘蛛网 不出意外的话 前方大概率就是BOSS的房间 然而当他们走进来后 一个个瞬间兴奋起来 眼前出现一大片马那时 粗略估计起码价值十个亿 就算分成七份 每人都能得到一亿以上 健壮 真好让程潇雨给他看一下之前签的合约 他刚好懂一些法律 紧接着询问黄东时 合约上只写明战利品的归属 马那时并不算是战利品 所以应该分程潇雨一份才对 健壮黄东时也满口答应会分他一份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地下城中的BOSS 如果击杀BOSS传送门就会关闭 所以要赶在击杀BOSS之前 将马那时运出去 幸好BOSS正在睡觉 目前来说是最好的挖矿机会 但由于工具都在车上没拿过来 所以让两人先手在这里 他们回去拿工具 现在BOSS刚吃饱 正在睡觉也不用担心 只要不受到刺激 短时间内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闻言程潇雨就察觉到不对劲 按照规定攻略C级地下城最少需要8人 简区他和真号队伍也仅仅只有6人 然而之前他们曾说过一直都是这样挺过来的 那就证明他们经常攻略C级地下城 按道理不可能还需要经常找人凑数 然而当黄东时走出去后便露出原本面目 让队伍的魔法师将BOSS出口给炸掉 这一刻真号也明白了 他们二人似乎被队伍给被怕 看见这一幕程潇雨心中的猜测也得到了证明 宋大叔曾对他说过 猎人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 发生意外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加上地下城中没有监控 就算出现意外也死无对证 所以就出现一些猎人 他们会把弱者当成诱敌的诱饵 专门当作炮灰使用 真号非常自责 以为对方是为了那几颗马内士打算杀掉他们 都怪自己多嘴讲了合约害了他 程潇雨向他解释 其实不管事态如何演变 只要我们敢轻举妄动 他们就会立即痛下杀手 当踏入地下城的时候结局早已注定 现在再去想这些已经是没用了 眼下重要的是被炒醒BOSS 出口被毒死也无法逃跑 程潇雨二人被队伍抛弃 当成为养BOSS的炮灰 正常来说想要独自打倒CGBOSS 至少要出动B级或以上猎人 显然程潇雨也明白 即便经历了二次觉醒和提升等级 现在的他依然很弱 之前在现实地下城中也独自讨伐过DUGBOSS 毫无疑问地说眼前的BOSS更加强大 但不知为何 在面对如此强大的BOSS 内心似乎感受不到那股令人挫败的压力 目前等级已经来到了18级 再加上每日任务获得能力值 自身属性已经大大的提升 不断的闪避蜘蛛的攻击 找准机会削弱他的战略 但没想到BOSS的表皮异常坚硬 自己的攻击不但无法破防 反而如果挨上BOSS一击不死 可能也要重伤 见状程潇雨再次向BOSS发起攻击 想要找出BOSS身上的弱点在哪里 然而这夸张的战斗方式 把真号给看待了 仅凭一级猎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动作 紧接着脑补许多剧情 把程潇雨想象成非法登陆者 有极少数人能够刻意控制魔力 去获得低级猎人称号 他们都是一群以杀戮为了的变态杀人魔 隐藏实力就是为了杀人时的快感 如果程潇雨知道在短短的两分半 自己竞成为了变态杀人魔的话 真的会邪特 在短暂的交锋中 程潇雨始终无法对BOSS造成伤害 而自己疲劳度已经来到57点 要是持续升高的话 会导致速度严重下降 所以必须要在那之前将其解决才行 自己的武器能够使被攻击者 造成麻痹和出血状态 只要击中BOSS的弱点 那么胜算将会大大提升 见状程潇雨再一次冲向BOSS 却没想到一口浓潭朝他喷射 要不是躲得快 可能如同地面一般被融化 坚硬的表皮加上高浓度强酸 简直是不讲理的BOSS 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必定会被BOSS耀死 于是直接打开新学习的技能机组 能够增加30%速度 打算一口气冲到BOSS身前硬碰壁 虽然开启了急走的成潇雨速度非常快 但同时体力也会随之增加 当他再一次发起进攻的时候 疲劳度也来到70点 一瞬间自身速度严重下降 BOSS抓住机会狠狠地将其打飞 在面对BOSS致命一击之时 受伤且疲惫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想起系统中的状态恢复 攻击落下的一瞬间 及时使用躲避致命一击 当恢复全胜状态的成潇雨 趁抱后摇的那一刻 直直地跳到BOSS头顶 手中的武器狠狠插入 在破防的一瞬间出血和麻痹 D-BOSS同时出现 系统通知 地下城主人已被击杀等级提升 劫后余生的成潇雨非常庆幸 幸好之前将完成每日任务的奖励留了下来 不然这一次肯定凶多吉少 紧接着把BOSS身上的水晶挖了出来 第一次打倒CG BOSS 他也不知道能够卖多少钱 就在这时 真好颤抖地走了过来 担心自己发现 陈潇雨身份后被他给拔了 连忙任他做大哥给大哥递水 让他好好休息苦力活 都由他来做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没想到两人不仅活了下来 还把BOSS给击杀了 有点疑惑难道这只BOSS中看不中用吗 不过凭借真好价值几个亿的装备 似乎也是有可能越级击杀 在此之前 他也调查过真好的身上的装备 发现他竟然是柳真剑社会长的儿子 那么打算给他一个机会 想必你已经想到 我们的做法都是弄死那些冲人头的废物 然后好独吞战利品 现在只有你杀了陈潇雨 成为我们共犯便放他一条生路 虽然话是这么说 其实黄东石只不过担心 真好身上的装备拥有特殊效果 如果选择不答应的话 他不介意一起送你们两人上路 反正地下城发生了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 闻听此言的真好握紧手中的武器走向陈潇雨 那么先把最弱的成潇雨给杀了 突然系统面板自动弹出 触发紧急任务 击杀眼前的六名敌人 还不等他疑惑 一道攻击硬生生地打到他的身上 没反应过来的成潇雨瞬间被埋在石堆之中 在这一瞬间不禁地回想起 自己不久前不也经历过一次这种事情吗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充满着暴力欺骗和背叛 变强后使得他麻痹大意 也差点忘记什么是人性 弥留之际系统再次提醒他 若未遵从系统提示击杀敌人 那么玩家心脏也会随之停止跳动 成潇雨不解 为什么系统会强迫他杀人 难道是我死了的话他会很困扰吗 还是说系统需要我 需要强大无比的我 那么既然系统在利用我 而我也在利用系统变得更强 杀人者人横杀之 在地下城中 弱小的人会得夺走一切 那么也就说明你们也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了吧 见状男人走到成潇雨面前 区区一个一级猎人竟敢大放厥词 简直太可笑了 然而话音刚落 男人的头颅就被成潇雨冷漠地砍了下来 可能到死都不敢置信 虽然是按照系统提示杀人 但这也是成潇雨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 如果不动手 那么死的就会是自己 既然没办法回头 那么 黄东时不敢置信 仅仅一瞬间队友全部被杀光 没想到原来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即便如此 他可是C级猎人 就算你讨伐了C级Boss也不可能战胜我 伴随着施展强化技能 自身的身体犹如钢铁般的精力 成潇雨跟Boss和五个猎人交手后 不可能还能精力重培 根据观察 成潇雨是依靠速度和短剑的特殊技能 只要无法刺破自己的皮肤 那么优势在我 这一刻 黄东时终于明白 成潇雨强大的令人可怕 正打算求牢的时候 成潇雨打断了他的话 从进入地下城的那一刻开始 我足足被你当成杀害目标三次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有句话的确说得不错 在地下城中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人知道 就这样 地下城攻略完毕 幸存者成潇雨与柳真浩 同时成潇雨获得十点能力值 以及技能杀器 主动技能恐怖效果 攻击对象所有能力值减少50% 通关C级地下城的第二天 陈浩再次约成潇雨出来 他打算创立一支攻击队 想邀请成潇雨进来帮忙 只因他的父亲要建立工会 但成为工会会长 必须要有会长执照 而获得执照的前置条件 之一是必须参加二十次突击任务的猎人 文言成潇雨似乎也明白 地下城中到处都充满着危险 但同时却蕴藏着许多奇珍异宝 魔法师和马内师不过是其中一部分 高等魔兽尸体也能成为各种装备的材料 可以说地下城中所有一切都能用于变血 之所以创立工会 就是想让公司旗下的猎人去攻略地下城 建立一套自己自足的系统 陈浩表示父亲打算雇佣S级猎人担任会长 同时安插自己哥哥当副会长 必定需要伙伴 而自己带领一级猎人攻略地下城 也更容易说服父亲 陈浩非常清楚 陈浩宇实力至少属于B级猎人甚至更高 反正找其他高级猎人组队反而容易遭受背叛 紧接着递给陈浩宇一份文件 是一份预计要作为公会事务所的大楼 现在市值约300亿 这也是给陈浩宇准备的任务报仇 只见陈浩宇沉默了一回 帮助他完成剩余19次C级任务就能拿到300亿 换作之前必定一口答应 但现在自己已成为系统玩家 若世界上只有他能够这样不断地升级 那么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S级猎人 甚至成为超越S级的存在 所以这区区300亿也算不上什么 更重要的是 在不明白提升等级这个能力 是否对本身有影响的情况下 所以与他人组队反而风险太大 也谢绝了陈浩的请求 文言陈浩不死心地说道 如果愿意协助我的话 那么我会一辈子帮助你保守这个秘密 然而话音刚落 迎接陈浩的是那充满杀气的眼神 在这一刻 也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与此同时按国的清道复工会内 得知哥哥死亡的消息 黄东树立马调查 两名幸存者的信息查看 并询问秘书 如果在外面杀人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秘书表示如果再有签订犯罪 相关的引渡条款国家内犯罪 将会依该国法律受到采法 根据与相关人员交涉的话 或许会有减刑空间 见状 黄东树表示近期任务完成后 将后面的行程控下来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能幸存下来的 必定是杀死自己哥哥的凶手 与此同时 陈浩宇正和妹妹跑步的时候 意外发现超过每日任务目标数字 也被记录进去 于是经过两分半的锻炼 发现数字停在两倍后就不再记录 突然系统通知 已完成隐藏任务 成为强者的准备 奖励已发放 受祝福的随机宝箱 当陈浩宇打开后 又再一次获得了地下城钥匙 名为恶魔城的钥匙 持此钥匙可进入恶魔城 入手难度为S级 然而当陈浩宇看到介绍后 不禁地露出笑容 在恶魔城中可获得生命的神水素材 以强大的魔力治愈所有疾病 如果拥有了这个道具 那么母亲的病很有可能能够治愈 转眼间就来到开启地下城指定位置 如果按照钥匙入手难易度来换算 那么眼前的地下城难度最低也会是S级 若真是这样的话 里面等待她的就会是 连那些S级猎人也无法对付的 激州岛上的同等魔兽 当进去后映入眼帘的是不断燃烧的废区 凭她现在的实力攻略S级地下城 无疑是找死的行为 庆幸的是之前爆出了一块回归石 实在不敌还能逃离地下城 忽然一只庞大的魔兽出现在眼前 系统提示 地狱守门犬科尔百洛斯 红色名字 代表着比自己实力更加强大 健壮 成肖与立马佩戴藏狼屠杀者称号 与野兽型怪物战斗时 所有能力只提升40% 并开启技能机枣 打算借此来试探三头犬的强度 然而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权力一击也仅仅只是地擦伤 虽然凭借速度不断地试探弱顶部 但很可惜 即便拥有称号的属性加成 也几乎无法对她造成伤害 健壮 成肖与发动杀气 攻击对象所有能力只减少50% 但攻击对象抗性过高 根本无法造成压制效果 被激怒的三头犬狠狠撞向成肖与 趁这个机会成肖与跳到前方狠狠将武器刺入其中 突然系统提示 三头犬使用愤怒技能 三分钟内所有能力只增加了 眼看三头犬朝自己冲来 来不及思考的她连忙使用状态恢复 原本被咬断的手臂也瞬间置疑 趁三头犬冲撞时产生的惯性跳到她的头顶上 对着眼睛狠狠地刺了进去 然而三头犬处于愤怒之中感受不到疼痛 轻轻一甩便将她从头顶上甩了出去 当成肖与抬起头时 三头犬瞬间就来到她的身前 系统连续跳出警告 程骁雨也明白 自己已然成为了玩家 系统不断地发出警告避免让她死掉 按照目前的血量 想要撑到三头犬愤怒状态结束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离开地下城 也就在这时 三头犬猛然朝成肖与袭来 手中的回归时不小心脱手了 来不及抓住就被拍飞出去 面对三头犬猛累的攻击 成肖与也只能不断地逃跑 当来到一处石壁后面查看 当前HP值也降到500点 再这样下去必死无疑 这时忽然想起 系统已经开启了商店功能 稀有机回复药水一瓶300金币 但三瓶也仅仅只能恢复300点HP 最多也只能来两巴掌 当查看到剧石 发现之前打倒青蛇爆出的毒液 能够减少物理伤害20% 也回想起自己在双重地下城中完成的任务 完成隐藏任务弱者的勇气时 所获得大咒术师的祝福健康长寿 不仅伤口能够自复原 甚至能免疫中毒与异常状态 既然能够免疫毒素所带来的地霸 那么就还有一丝丝成功的机会 伴随着系统检测到有害成分 健康长寿祝福也随之发动 还不等他高兴 三头犬已然发现他的位置 直径地朝他狠狠地冲撞 来不及逃跑成小语遭受迎面痛击 此时的他浑身冒险 但他双目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也就在这时 地狱三头犬的愤怒状态效果结束 原本被刺中的眼球在这一刻产生出血斗 优优优独播剧场 就这样 地狱守门三头犬成功被程潇雨击杀 系统通知 等级提升 当等级提升后自身状态也随之恢复 获得道具 可开启恶魔城门的钥匙 也获得他最想要的东西 生命的神水制作图与制作方法 需要三种材料才可以制作 而材料可在恶魔城中获取 经过这次的战斗经验 程潇雨也了解自己目前的实力 现在进去毫无疑问必死无疑 就在刚刚 程潇雨看着母亲在病床上捕兽如柴 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制造出生命神水来中心 但是现在需要的三种素材 要挑战隐藏S级副本 可是他很清楚现在根本不是对手 因为就算打最差的看门犬都差点要了他的命 所以最主要的是提升等级 变得更强才行 而程潇雨这次找到了刘成浩 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攻略19次地下城C级副本 不过程潇雨却有一个要求 就咱俩去 要知道进入C级传送门 必须是博家安排的最少八人队伍 而程潇雨认为就像之前的黄东石用过的方法一样 找一些野外猎人凑人数 虽然刘成浩比较担心出现意外 但是他能抱上程潇雨这个大腿 他也拼一把 这也是可以得到他老爸认同他的绝佳机会 也就在这时候 车会一再晨跑的同时 刘成浩安排了手下递给他了一张名片 因为开一个工会 必须拥有S级猎人成员才可以 要知道刘成浩他老爸是有名的地产商富豪 不过自从十年前有了传送人 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基础建设 经济 媒体 甚至政治 各个方面都跟地下城偷不了关系 这意味着猎人的重要性 而管理这些猎人正是猎人协会的国家机关 其中又以五大工会为首 也就是说这些工会占据了所有国家资源 面对这些事情 富豪老爸他不能坐视不管 所以他必须也要弄一只S级工会 不过这种压力全部交给了地级猎人刘成浩手 另一边成潇雨 一直坚持着系统的每日任务 就在自己长跑完结束后 却发现并没有隐藏的任务奖 这也意味着他现在不能再次进入隐藏副本升级 看着自己才26等级 但如今只能等待刘成浩C级地下城任务的名字 也就在这时候 手机突然出现了一条讯息 原来国家邀请他加入地级传送门队伍 毕竟这种任务都是和别人一起参加 这也有很大的风险暴露成潇雨二次觉醒 眼下迫切想变强的他还是准备前往 与此同时 自从在双重地下城回来之后 宋大叔有了退休的想法 就在这时他也同样收到了任务召集通知 为了活命抛弃男主的金大叔也收到通知 而另一边的朱熹也是同样收到通知 但由于还没有走出双重地下城的阴霾 他面对着通知不知如何是好 但想起男主的身影 他最终还是决定参加这次地级任务 没想到的是这次竟然碰到了老宋队长 时隔几个月后老宋再次见到程潇雨 他震惊地发现对方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连失去的腿也恢复了正常 在二人的交谈中才知道 他们都是接到了同样的邀请 那就是进入C级传送门任务 让人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这次国家邀请的还有上次3S地下城 活着回来的人 估计是冥冥中的安排 存活下来的五人再次齐聚一堂 也就在这时一辆黑车走 老宋也发现了不对劲 为什么会有三个囚犯在此地 经过管理员的诉说 这三人也是参加C级任务的替代服刑者 并且他们是想减轻刑罚的范围 关键点现在地区的猎人根本已经不够用 不过这次B级猎人监察科一同前往 也好能压制着三个C级服刑者 这一次还是有老宋担任团队的对折 当一切安排完后 接下来他们开始正式进入 他们才刚进入D级地下城 或许是因为队伍的实力整体较高 此次攻略的进度算得上是十分顺利 像哥布林这种D级魔兽 就连成潇雨也可以轻松解决 直到现在小西都没有释放过治疗魔法为其疗伤 这要是放在以前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而此时的老宋也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不只是外表 就连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 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对方不是一级猎人的感觉 接着在几人的欢声笑语中 他们来到了一个分叉口 呈现在眼前的是三个洞口 江浩天提议大家进行分头行动 反正这里的难度比想象中要低 文言众人都同意了这个建议 或许是感知能力的提升 程潇雨一眼就看出了左边的洞口是Buff 随后便叫上老宋和小夕跟他一组 郑浩和王建设一组 江浩天和犯人们一组 可就在其他人都已经进入洞口时 程潇雨发现江浩天好像对着自己笑了一下 对方心里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而果不其然 其实对方早在进入地下城之前 就已经被人雇佣杀掉这三个罪犯 正是因为这三人才导致眼前男人的家庭支力破碎 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给出的惩罚也仅仅只是被关几面 更可气的是对方依然持有猎人资格 听说猎人就算是在服刑中 只要参加了突击任务就能获得减刑 而此时犯人的惨叫声也引来了 王建设和郑浩前来查看 二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吓了一跳 便上前询问对方在干什么 听到喊叫声江浩天 这才明白原来洞口的路是相通了 也就是说包的房间是左边那条 看来计划果然赶不上变化 而与此同时 程潇雨这边也突然听到了王建设的惨叫声 几人立马调转方向前往声音传来的所在地 映入眼帘的除了三个犯人的尸体之外 还有已经预害的郑浩以及奄奄一息的王建设 程潇雨见状立马让小夕施展治疗魔法 可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老宋发现这些伤口不像是魔兽造成的 是锐利刀具所形成的伤口 而且还处处刻意避开致命伤 在意识到自己命不久以后 王建设表示让小夕停下施法 来不及伤感 白浮于上方的江浩天突然出现 好在程潇雨反应过来及时接住了对方的偷袭 在意识到袭击失败后 对方立马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本来是想先解决治疗师的 想不到刚才的那招居然会被挡下 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已经出现 面对几人的到来他又想到了一个好故事 本来我是想对外宣称你们被哥布林歼灭的 但如今看来还是将罪名交给这些罪犯来背比较好 毕竟死人可不会说话 意识到对方不会留活口后 老宋决定要亲自出手 他捡起了王建设的剑 接着让小夕给自己施加肉体强化魔法 暗杀系猎人通常都会有防御力不高的缺点 因此只要针对这一点进攻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虽然老宋觉醒的职业是法师 但只要自己拿起剑那就是剑士 其实直到现在他都没明白自己身为剑术天才 觉醒的能力却是魔法 如果宋治国觉醒的是剑士 那他绝不会只是C级猎人这么简单 江浩天嘲讽一个法师不用魔法反而用起了剑 不会真觉得你加个肉身强化就可以和我抗衡吧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宋书的速度确实差点就追上了江浩天 攻势又快又准 此时江浩天也不得夸赞起宋治国的实力 确实是有能够放弃魔法以键进行攻击的资本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你被赐予的力量终究有限 而我的力量可是实打实的B级 一个C级魔法师是不可能跟得上暗杀系猎人速度的 所以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悬念的 但也就在这时老宋突然将手放在了地下 接着迅速释放了威力最高的火器魔法 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用剑取胜 早在战斗的时候老宋就已经在偷偷布置法阵了 但显然这一击并没有击中对方 故意装成剑士的样子好降低我对魔法的戒心 接着再看准时机发动魔法攻击 又是你 连续被同一个人接下两遭 这个人究竟是谁 显然江浩天根本不信对方是一击 因为以一击的反应速度根本不可能挡下我的两次攻击 所以你肯定隐藏了实力 你们几个看起来像是彼此熟悉 那就首先排除非法登陆者 毕竟你不可能会留目击者活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只有可能是二次觉醒者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以猎人来说 你似乎没什么经验 那我这个做前辈的就来教你几招吧 但开打前程骁雨有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 虽然表面上江浩天说是要伸张正义为名除害 我可是大型工会抢得要的B级猎人 你觉得这样的我为什么会加入收入微薄的猎人协会 显然比起杀那些魔兽 杀人更让我感到快感 一时间二人打得难解难分 他们的速度在此时不相上下 但就算拥有差不多的实力 程骁雨在与人对战的经验上来说还是差了些火候 这人怎么回事 灵灵现在占优势的是我 可现在自己居然感到了害怕 以防万一将浩天决定拿出他至今为止的压箱底 只是一瞬间他就消失在了程骁雨的面前 这就是对方最得意的技能 隐身 不仅可以隐藏自身的杀意 还能隐藏身形声音气味等所有气息 就算是在暗杀系的猎人中 这个技能也是极少人拥有的存在 当然知道我能使用这个技能的人是一个没有 毕竟见过我这招的人都已经死了 现在你的行动已经被我封住 你还有办法躲过我接下来的攻击吗 然而江浩天怎么也没想到 程骁雨只是一瞬间就恢复了伤口 能使用治疗魔法的战斗型猎人 他可是从没听过 他还有多少杀招没出 我完全无法预测 毫无疑问是个危险人物 难不成这家伙能透过我的杀气 来判断我的位置在哪里吗 但即便如此 他应该还是无法掌握我的正确位置 此时此刻他不理解一个一级猎人 为什么会有力量战胜自己 但这个问题就连程骁雨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我说我是那种 可以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猎人的话 这个回答直接让江浩天呆住了 江太子死后 程骁雨也完成了系统任务 获得了五个自由点数 以及一个隐身的技能石 接着程骁雨让朱熹两人留在这里 然后独自一人走进暴房间击杀了Boss 在完成地下城讨伐之后 活下来的三人也接受了猎人公会的调查 在了解事情经过之后 猎人公会也很好奇 他们三人谁能杀得了 必及猎人 就在程骁雨以为要瞒不住了的时候 宋队长及时站出来替他背了锅 表示他是在朱熹的辅助下 才勉强击杀了江太子 对此猎人公会虽然还是有些怀疑 但地下城早就已经关闭 所以只能将此案判定成正当防卫 程骁雨进单刷C级地下城 并且还带了个拎包的小弟 要知道这种副本 最起码八个地级以上的人 才能勉强通关 但他却开创了单刷的先河 而且是从未有人能超越的存在 也就在刚刚 宇科长他并不认为 身为一级的程骁雨 能杀死B级江太子 所以他很肯定你就是二次觉醒者 但他也善意地提醒程骁雨 如果想安稳活命 就要多加注意一个人 那便是上次黄东时队伍全检事件 因为那次幸存者 除了你和一个地级猎人 但黄东时的弟弟可是S级猎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对方肯定盯上你 这就意味着在S级实力面前 任何的国家法律 对黄东秀来说都无任何用处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他善意地让程骁雨 带着家人离开这个国家 而也就在这时 他便打算攻略C级副本 这次程骁雨和刘晨浩两个人进入 但是国家规定必须八人才能挑战 所以刘晨浩就找了一些 老弱并小的猎人来凑数 在看到这些人时 程骁雨是有点懵逼的 反而他却看到连未成年都有 虽然很离谱 但是他也不打算让这些人进入 然而一旁的猎人却很疑惑 真就你们两个进入可以吗 并且我们这些人只要在外面等 就有三百万可以拿吗 刘晨浩很确定告诉大家 没错只要一次突击任务就有三百万 并且所有人都有 唯一的要求这种是不能外传 而这时程骁雨拿着手中的隐身服 他一把捏碎 没错他现在拥有了隐身技能 也就在这时 刘晨浩穿着一身上一铠甲走来 因为他知道就和大哥进入 所以为了保护好自己 必须穿一件牛逼的防具 那么接下来 二人开始正式进入 显然身后的队员却很懵逼 一个一级加地级猎人就想挑战C级副本 一看就是两个附加子弟想寻找求死之路 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么多 反正报酬已经拿到手里 只要等待结束就行 而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按理说一般的攻略队伍也要花上两个小时 然而副本里刘晨浩事先走了出来 他们料想是对方逃了出来 但是随着程骁雨走出来时 才发现传送门竟然开始关闭 这意味着只有通关副本才有的结局 次のゲートはどこ ここから1時間ほどかかります 分かった 先を急ぐ 皆さん移動しますよ 今日は3箇所回ります 1日に900万稼ぐチャンスですよ 行かないんですか こいつら 一体何もあるんだよ 兄貴 退屈終わりました 了解 而现在已经开始了今天的第三场C级副本 程骁雨的等级也不断的提升 并且急走技能也升到了二级 但是虽然升了不少等级 不过以现在的实力 撑死在B级以上但还不到一级 更别说向那个隐藏副本继续挑战了 也就在这时系统谈出信息 意思程骁雨已达成特定等级 接下来可以揭取转职任务 另一边百虎工会大楼内 安科长在手下递过来的资料后 发现C级传送门的竞标资料 一个C级副本竟要以5000万成本 而且只要出现了一个C级传送门 就会用超过一倍的价格买下来 然而在看到队长是一个不知名的D级刘成号 但手下却说这个人是刘成剑会长的次子 显然安科长很猛逼 如果这么给儿子玩下去的话迟早破产 但他转而看到还有个一级的程骁雨也在其中 再三思考下也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这个程骁雨当时在双重地下城活着出来 而第二次在黄东市攻击队全检的情况下 他依然健在 第三则是监察科猎人的囚犯杀害事件 所以从这三点便可以确定 程骁雨绝对是二次觉醒者 于是他便打算挖墙角 然而刚到现场时 他懵逼的看到一群猎人在野餐 于是直到夜晚 他便找到了程骁雨 而这个安科长正是国家的首屈一指的白虎工会 他直入主题意思想挖程骁雨来自己工会 并且报酬比你现在待的工会高一倍 然而程骁雨便问你们白虎工会大楼市值多少 安科长虽然有些疑问 但也老实地诉说有五百亿 那这意味着你们是打算把工会送给我意思了 听到这话安科长直接跳了起来 他没想到刘成浩工会竟直接给他三百亿报酬 所以就算白虎工会送给了程骁雨还不够报酬 安科长直接猛逼了 于是程骁雨便打算离开 不过在走之前 他很好奇对方是如何知道自己的事 难不成你一直在调查我 振り返らないで 振り返らないで 社の規定で彼らを実践投入できません そこでゲートの売買交渉をしようと 買い占めた人物を調べていくうちに ソン・ハンターのことを知りました 僕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る人 他にどれくらいいますか 听到这些話後 程骁雨便不想再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于是安科长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便答应了下来 不过程骁雨也知道自己独占C级副本 也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既然这样的话 他打算卖给对方三个已预约的C级传送门 并且两一价格卖给你 于是安科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而几天后 安科长却发现除了在程骁雨手上 买来的三个C级传送门外 还有几个竞标出售价格都不到七千万 这意味着不但没挖成墙角还被摆了一道 但也有好处 那就是拥有了程骁雨的联系方式 而另一边 程骁雨开着大剧准备完成转职任务 未来暗影君王的第一员大将首次登场 可刚见面就把程骁雨抱锤到摊在王座上 别人家的转职任务都只是意思一下 可你这波转职任务怎么好像真的要人命 果然风险大收益才大 为了能够安心地攻略转职任务 程骁雨特意来到了人际罕至的僻静之地 系统面板上冰冷的文字提醒着他 有系统直接介入的转职任务 难度必然非比寻常 因此也给了他是否接取的选择权 但这对渴望变强的程骁雨来说 当然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 程骁雨果断选择开启转职任务 黑洞传送门的夸张阵仗也没让他失望 这波一旦挑战完成奖励绝对不一般 现在的他 早就脱胎换骨与从前不同 越来越有了那份属于玩家的自信与从容 话不多说 抓紧攻略地下城早点回家吃饭 此时的富二代正与父亲约谈 但没想到自己的哥哥也被叫来 一顿饭顿时吃得食不知味 席间他们谈起了成立工会仪式 目前还没有S级猎人愿意加入 但哥哥却仍然胸有成竹 他现在正常是与海外的猎人交涉 他们会是条件考虑签约 所以胜利依旧掌握在他的手中 还警告富二代别想搞些小动作试图妨碍他 富二代被压迫的汗流加倍 但依然坚信成潇雨的力量 其他人根本不懂他的潜力 只要成潇雨能站在自己这边 靠一元力挽狂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成潇雨这边才刚刚踏入地下城 系统就接连提示 他在这个地下城无法使用恢复药水 且在任务完成之前无法离开 加之疏忽大意的他连今日的日常任务也忘了打卡 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次随时恢复状态的机会 看来这个任务的难度也体现在容错率低 需要更加谨慎行事才行 不多时 第一个敌人就出现在成潇雨面前 一个全身被装甲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成名骑士 成潇雨立刻召唤出短剑 试探性地发出数道普攻 不过完全没对敌人造成任何伤害 骑士的劈砍也极为有利 短兵相接他竟然连退束 于是成潇雨果断使用技能 试图找出盔甲的要害给予致命一击 但是一刀上去盔甲仍坚硬如铁 难道这东西真的毫无破绽无懈可击 成潇雨的脑中飞速思考 对付这种护甲坚硬的对手时 短刃的物理攻击完全没有作用 只知道硬碰硬耐路就走远了 回想起之前对付的护甲巨蛇 比较有用的方法应该是用巧劲 接着他就不由分说一个闪身 虽然顺利击杀 但却白白浪费了一个主动机 流失的蓝条在这里可不会随便回复 让成潇雨直呼肉疼 不过迎面走来的更多骑士 可不打算给他继续自怨自艺的时间 有了之前的经验 对付接下来的几个骑士 成潇雨显然更加得心应手 但问题是他压根没有休息时间 还要面对越来越多样化职业的不同种攻击 会隐身的刺客 会使用光魔法的法师 会远程伤害的弓箭手 还有老朋友近战骑士 曾经打过的各个猎人多兵种配合起来 轮番向成潇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对付每个对手 都需要他运用不同的手段逐个击破 对付骑士要依靠力量强行破防造成伤害 打刺客要运用感知察觉到隐身敌人的气息 最好在对方出手之前先发制人 对付弓箭手需要依仗敏捷躲闪剑士 直到拉近敌我距离将其击杀 至于魔法师则是最麻烦的一个 毕竟他需要以智力来对付 但遗憾的是 这正是成潇雨的短板 也是因为智力点数不足 所以才导致他在使用技能时要瞻前顾后 不敢过度消耗魔法值 由于一直处于激战状态 成潇雨的疲劳度也在不断攀升 不过好在还是有惊无险的全部拿下 第一次感觉想喝口水这么不容易 到了搜刮战利品的环节 成潇雨获得了一套上级骑士护凶 说起来他还没试过穿上装备 不是不知道仪式下一条 原来看似夸张的装备其实可以透明化 不但外观不会变化还不会妨碍动作 上级装备可真是太方便了 经历刚才的一番苦战 尽管没有平时状态全恢复的明显升级感觉 但等级绝对提升了 道具金币也赚得盆满钵满 休息会继续向前 成潇雨来到了一座大门前 想必这就是地下城的boss房了 既然不打败他就无法出去 那就说明他是必然会倒在他剑下的敌人 刚推开大门就有一阵进风袭来 这里是王的接见室 随着敌人缓步走出 成潇雨上次感到如此令人打寒的压迫感 还是在双重地下城时 这是源自于强大敌人散发出来的浓重杀机 新红色的系统提示名 显示了这具鲜红身躯的与众不同 他就是最强骑士团长王座的守护者 血色耶格利特 只在一戏之间 骑士长已经挥剑劈砍而来 气势几乎都要撕裂空间 坚固的石柱在这一击面前 宛如枯树残枝一般瞬间粉碎 成潇雨震惊地感叹对手的强大 这力道不只是想拆了我 简直整个房间都要被拆了 实在是难有还击之力 而且骑士长不止破坏力极强 就连速度也是一等一的恐怖 身着重甲仍能身姿轻盈 额间已经冒出了些薄汗 总闪避不攻击不是办法 他总算找准时机主动近身上前 但是就招式的强度而论 二者可谓是判若云尼 自己劈砍树下毫无作用 可对方的攻击只要挨上一下就快凉凉 总算勉强正面抵挡了一次进攻 但必须得考虑其他战术 既然短剑无法破防造成伤害 成潇雨索性和打其他骑士一样 改为赤手空拳迎战 耶格利特剑撞也插剑入地 摘下披风卸下腰间武器 骑士精神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正义 见到对手收剑入鞘 高傲的骑士团长自然没有让对方空手接白刃的道理 但成潇雨却倍感侮辱 这是在小看我吗 不过下一秒他就知道不是了 毕竟骑士长放下了重剑 导致速度比起刚才更快 而且虽说是空手 攻击力也没比之前差到哪里 转眼间成潇雨就被他按在墙上疯狂殴拉 还好刚才穿上了装备 不然这连墙都能打碎的拳头 可没法用人类肉体接这么多下还保住性命 不如说就算进行了防御 成潇雨的体力还是迅速下滑 手臂也红肿不堪 看来就算对方空手还是没法硬拼力量 那就提升一下速度吧 他立刻开启急走接近对方 试图用放风筝进行打击 可速度却也完全比不上 眼花缭乱中他又挨了好几下 不过有烟无伤 他再次爬起进攻 利用旋风飞梯瞭准了骑士长的头颈连接处 可骑士长可不是他能手撕的小怪 红眼一开更加狂暴 将他打到毫无还手之力 谁能想到暗影君王第一次坐上王座 居然是被未来大将硬揍上去的呢 但成潇雨此事毫不知情 实力看似被对方完全碾压 难道他今天就要葬身此地 妹妹和妈妈还在外面等他回去 他不可能在这里认输 眼看成潇雨垂头不再动感 骑士长重新召回重剑 想给他一个痛快 但没想到男人竟徒手接刀 养精蓄锐将全部力量凝结于一击 趁着骑士长还没反应过来 你可以打倒我无数次 但我只需要击杀你一次就够了 我的画风远在你之上 随着鲜红盔甲的轰然倒下 系统也提醒战斗胜利 成潇雨望着面前敌人的残骸一阵后爬 这次的胜利太依靠运气了 对方的技术实力惊艳 无论哪样都远在他之上 一个不慎就是满盘结束 Boss战的奖励音效提醒了他 掉落了什么好东西呢 先不说巨额的金币 还入手了骑士长的同款SG头盔 虽然说之前拿到过同等级的恶魔成钥匙 但护具装备可不一样 除此之外 他还得到了个服饰支配者之手 现在还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奇怪的是回归时也在这时到了他手上 难道这次转职任务还有后续吗 言出法随 他不妙地预感即刻成真 身后无数道传送门浮现 本以为转职任务终于结束 却没想到现在才算正式开始 而且还是游戏里最考验技术的技术存活类关卡 他撑得越久 专职呈高阶职业的升级点数就越多 系统轻飘飘的一句祝他五蕴昌龙 更是叫人火冒三丈 万幸的是出现的魔兽都是小怪 然而数量上却并不乐观 无脑群殴都足以让他被淹没 打完一波又有一波源源不绝 纯纯的消耗战实在令人笑不出来 没有技巧全看耐力 还好他可以利用隐身技能拖时间 但很明显成潇雨忘记了魔法师的存在 简直是一生之敌 还没等他喘上口气 巨眼在半空出现 隐身技能随之就被破掉 男主真是气得想骂人 无奈只能又一次回到敌群里战斗 此时他已经明显开始体力不支 剑刃在他身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转头看去时间居然刚过去五分钟 但这地方男主真是一刻也不想待了 当真是杜淼如年 可变态的来了 男主想回城居然都能被打断 回城时被一锤打飞 接下来可要怎么办 攻赢暗影君王 贤祖无数的转职任务终于迎来胜利 程骁宇将血色骑士团长收入麾下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牛逼 就在刚刚 体力耗尽的程骁宇完全陷入绝境 隐身和杀气都已经无法使用 就连最后保底的回归石都被弄丢 可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挣扎 他再次爬起身打倒两个骑士 但他确实无力继续解决面前这个数量的敌人 状态栏几乎全空 难道真的会在这里把命丢掉 他绝对不甘心 一次次站起一次次抵抗 他不会在无力地闭上眼睛向上苍祈祷 甘心当底层的弱者 而是会直面所有艰辛 用双手亲自开辟道路 他永远不会舍弃对爬上顶点的渴望 双手鲜血累累 双目也已模糊 曾经的嘲讽还历历在目 如同噩梦般缠绕于身 骑士砸来的武器之痛 根本比不上精神上的刺激 人类最弱兵器是他的阴影 绝不想再被人提及的称号 他人看似温柔的安慰 也都是火上浇油 他不需要那些人假惺惺的同情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来临 过去的自己出现在程骁雨面前 质问他为何要拼成这样 一级的罪弱猎人能走到如今 已经该感到满足了 过去的幻影笑得阴森 现在的你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我了 体格完全就是个强者了 但这只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内心好像还是一如既往的软弱 外表变强又如何 不还是和他一样 只能在死亡边缘不断徘徊 幻象一闪他又回到现实 被出现的骑士一击砍倒 倒下时过去的幻影再次出现 嘲笑着他的不自量力 程骁雨想要反驳 可下一秒又被按在地上爆锤 鲜血流淌一地 他恍惚的意识里 那道声音依然没有停下 是你自己把自己置于了死地 程骁雨的内心逐渐动摇 难道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吗 其实自己从未改变过 一直都还是那个弱者 可系统的提示页面却让他瞬间清醒 自那以后的无数个日夜 他都在每日任务的约束下切实地变强 没想到之前忘记完成的今日任务 竟然能成为如今绝处逢生的契机 系统你居然管这叫惩罚 明明就是欧皇运起大爆棚 如果说好运也是种实力 那程骁雨一定可以秒杀所有人 骑士一箭劈空 而男人已经置身于惩罚区 暂时脱离了转职任务 这不真是被这个惩罚传送机制给救了 看来系统的五蕴昌龙居然不只是个玩笑 无论是不是他故意给自己开了挂 能得到的机遇他就绝不会放手 总算能打开系统购买药水 他赶紧疯狂惯要把快到顶的疲劳之清零 拿到系统后他还是头一回如此狼狈 而正当他想继续喝下生命药水时 却由于只剩一丁点血皮被系统禁止喝药 那还是命悬一线啊 看来只能等待自动恢复或者升级的状态补满了 而后者的素材不用召唤就找上门来 惩罚区的魔物在他眼里都已经化成了补满的血条 干着完事了 他曾经的弱小只会让精神更加强韧 只要痛苦不能将他彻底消灭 就只会化作经验值让他未来变得更强 疲劳之意下来 程潇雨就又觉得自己行了 每日任务的惩罚区难度不过都是砍瓜切菜 非常感谢各位升级材料 图尽所有魔兽他终于满血复活 甚至生存时间还能剩下个十分钟 在重新回去转职任务之前 正好还来得及最后调整下装备 打开商店页面 他惊喜地发现一把武器叫做骑士杀手 专杀盔甲型魔物 这是不是太应景了一点 当然要果断买下 虽然有点贵 但现在的他正好需要就不亏 之前击杀骑士掌掉落的服饰也要用上 他好奇支配者之手这个能力效果很久了 抽卡金色传说 这个技能居然是个不需耗栏的主动技能 效果是隔空取物 想起之前骑士长的实战应用 看起来就很好用 于是他是着想要隔空抬起魔兽尸体 却由于等级过低无法实现 可能是这个魔兽太大了 先从小东西开始试起吧 但时间不等人 那么转职任务再开 此时的骑士们全都因丢失目标在原地打转 承销与察觉 他们的数量好像比几小时前更多了 但他们只加数量不加质量的话 可是赢不了修整后的他了 尤其是这把骑士杀手 带给了他比预想中还棒的体验 而且这次心中没有了求生压力 就能更仔细地观察周围环境 总觉得光杀无限小怪对情况并没有帮助 毕竟就连经验值都完全得不到 或许想通关的话另有关翘 经过承销与的观察 骑士群体里的几个魔术师行为诡异 明明一直在念咒 他却并没感受到过魔法攻击 等等 莫非他们的念咒效果就是传送门 他们一直在施展的也是召唤魔法 如果这么说目标就逐渐清晰 只要擎贼先擎王就能原地通关 感情他直到现在才刚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是谁 差点被原地耗死 随着一刀射出 魔法师应声倒地 他那一片骑士也迅速成了破铜烂铁 果然就如他所料 原来一直都是魔法师在暗地里搞鬼 空中的巨眼代表着魔法师的窥视 挥刀斩乱麻 就在他攻其不被成功斩杀其中两只后 另三个魔法师醒悟过来变换了打法 将召唤来的大量骑士融为一体 成为一个超大号魔像 不过他们这回可失算了 融合魔像虽然威力巨大但手脚笨拙 成骁雨一个借力就来到上空砍断吊灯 只要利用好周围环境 就能很快限制住魔像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 刚才几个魔法师本来在群体中藏着还不太好找 但现在纯纯就变成了露出来的火把子 挡路的几个喽啰根本不足为惧 霹雳一闪将魔法师尽数解决 却没想到魔像的攻击却并未因此停止 还想喘口气的他差点没翻车 挡下攻击后他集中力量于一点 只见魔像竟然被贯穿击碎 浑身片片均裂后轰然倒下 粉碎成一地钢铁残渣 密孔患者狂洗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系统的弹窗说明了一切 他堪称完美地完成了转职任务 高概率可以转职成高阶职业 他本来还以为是自选 却没想到还要等待系统分配 根据他过去的行为分析 究竟能转职成什么呢 程骁雨不禁有些期待起来 玩家驻足过的地方总弥漫着死神气息 走过之路失衡遍野血腥漫天 并且玩家渴望独自获得强大力量 比起依靠同伴 更希望凭一己之力开创前路 这种评价让程骁雨有些发猛 说得虽重肯但有点吓人 莫不是会来一个暗杀者 但下一秒系统揭晓了答案 居然是召唤亡灵 死灵法师的能力 将使你拥有一支 仅听从你指令的军队 不需他人帮助 绝对忠诚的他们将只为你一人开辟道路 老实说虽然听起来牛逼 但程骁雨从未设想过要成为这个职业 明明智力是他的短板 怎么打个魔法师自己就当上了 操控召唤不死系魔兽作战的魔法师 怎么就和暗杀系猎人的自己搭上了边 一直以来他的作战习惯都是近身肉搏 所以也才会多给力量加点而智力薄弱 系统真的没出错吗 现在转职成后排的话之前不是白练了 还好系统贴心地给他留了一个拒绝选项 但在最后还是挽留到 死灵法师可是个隐藏职业 确定要放弃隐藏款吗 人类本质 看到限量款和隐藏款就走不动路 程骁雨烦恼起来 难道这职业还另有玄机 放弃不会错过什么大机缘吧 要是有提前试用就好了 沉思的他意外踢到脚下的残骸 没错刚刚他击杀的几个魔法师 召唤效果就可以类比死灵法师 而且在这里的所有战斗 本来都很像在回顾过往的敌人 所以其实说不定从刚一开始 都只是看似让他以为可以选择 但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虽然察觉到这点有些不爽 但细想起来这职业也有点意思 这些魔法师是因为脆皮才会好杀 那如果是本就能做前排的自己呢 再加上后排军队岂不是无懈可击 而如果职业效果和亡灵军队 能和他一起变强 就能从我独自升级变身成我全军升级 那不是强无敌 随着暗下的确定 转职正式开始 职业等级将根据得到的点数进行提升 玩家坚持的时间超过系统预期 为立即使用回归时 剩余生命值超过半数 击杀全部目标敌人 经过一系列完美的额外点数叠加 合计点数甚至超过了成就极限 狂暴的黑气在周身乃至大殿内盘旋 最终收束到成潇于体内 前所未有的力量流入他的身体 攻迎暗影君王 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越过了初始的死灵法师阶段 当场二次转职为最高级别的暗影君王 还附带全属性增加和额外称号 转职任务就这样结束了吗 此刻的他还是没什么事感 但再次环顾四周 骑士的铠甲上却都弥漫着一股黑气 转职后的他能够听到 他们正发出类似悲鸣的声音 仿佛诉说着无法解脱的痛苦 此时系统提醒可对目标进行暗影抽取 君王的第一支大军就此收容 请设定抽取指令 他淡淡地说出了一句站起来 仅仅简单的几个英杰 亡灵大军便向他簇拥而来 效果之强就连程骁宇自己都为之惊讶 暗影抽取和存取的效果也随系统弹窗出现 他能从尸体中抽取魔力制作暗影士兵 成功率会根据目标的能力值于死亡时间变动 而存取技能则是方便他随时调用军队 平时只需要将他们收入自己的影子里 一切都悄无声息 望着四周继承生前能力的低等级小兵 程骁宇突然想到了什么 那如果自己试着去抽取骑士团长 效果会如何呢 有些忐忑地走到跟前 系统显示可以使用抽取 刚才抽取的小兵似乎已经数量上限 于是程骁宇特意解除了部分小兵 只为了给最强的耶格列特流地方 如果能将他收入麾下 他的力量必定能得到史诗级的增强 但随着命令落下 他的躯体上却涌起了强烈的抵抗气流 骑士团长果然是特别的存在 凭借程骁宇现在的能力还很难提取他 而提取技能只能在同个个体上尝试三次 现在已经只剩两次机会 程骁宇镇定心神再次尝试 可效果依然甚微 难道只能眼睁睁放弃这么一个强大的助力吗 于是他淡淡开口 你还在等待那个不知何事归来的王吗 作为武将 你的内心渴望明明应当是挥剑斩敌 你真的甘心让自己的剑于空荡的王座旁腐朽吗 如果你还想以剑辅佐一人的话 那么就为我所用吧 别再继续执着那个无主之位 来守护站在你面前的我吧 程骁宇热血沸腾的招聘宣言 终于打动了先红的骑士团长 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流不再抵抗 而是新生成为暗影士兵的强大气势 抽取成功 他缓步走过程骁宇身边 站定在众多暗影士兵之前 向着他们选定臣服的新君主丹西贵地 暗影君王的传奇 现在才正式开始